新冠疫情花莲县确诊新增1749例 由卫生局长朱家祥主持 教育处长翁淑敏列席 并对部立预理医院上传CDC的资料校正回归后 花莲增加了300多位 也对花莲是否要延长高中以下的远距教学进行说明 新冠疫情花莲县27日确诊新增1749例 累计病例28919例 防疫记者会由卫生局长朱家祥进行相关防疫资讯的说明 那我们花莲县新增的案例是1749人 那累计的确诊个案是28919人 那所以事实上我们再去追踪这1749人中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数据 这个数据就是如这张 没办法快做个表 可以发现到说我们的预理症 在今天这一天来多了433个案 那预理症怎么会在今天增加了433这么多的个案呢 其实在看里面的细节 发现到里面很多都是在机构通报的 因为几天前布立医理院陆续的累计的个案通报到我们的CDC之后 那可能是在这个上传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问题 所以没有办法上传成功 那昨天CDC在做这个整个盘点做一个整理的时候 发现到布玉的这个上传并没有成功 因此呢 他把它修补回来 那修补回来呢 因此今天有将近300多个个案 那是从我们的这个布立医理院那边之前上传没有成功的 那修正到今天的个案里面来 教育处代理处长翁淑敏也对于花莲县是否要在5月30号进行校园 疫苗接种也进行了相关的说明 那包含了高中国中国校以及公司令幼儿园 那会继续的暂停实体课程调整为线上教学 那这个措施会一直延长到6月2号 那同样的我们考量到家长 如果你无法照顾家中的一个孩子 或者是有特殊的一个需求 那你仍然能够把孩子送到学校 那我们学校端呢会妥为规划孩子的一个学习课程 还有生活照顾提供午餐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措施 所以在这边也是提醒我们的家长 如果有必要的话或无法照顾的话 依然可以把孩子送到学校 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刚刚朱局长跟各位说明了 我们5月30到6月7号 为孩子施打BNT疫苗一个校园集中接种的一个规划 那在这边呢要再跟各位相亲做提醒的是 一个就是我们学生快塞在家快塞阴性之后呢 在返校去接种疫苗 还有第二个提醒呢 就是孩子如果曾经确诊了 那要记得在确诊之后三个月内 是不建议接种疫苗的 记者凌桀 欢迎视采访报导